字幕 李宗洛淨 晋哥还在Аeti 还在高兴 想跟你讲什么职位吗? 我没有讲 他应该是总监级 总监级约大概kick by 700 万左右 再两个估计 加上他的股低 productivity 应该是很两件事 因为他们不是那么多关联交易 我们公司全部是内部关联交易 那一年就沒得賺錢了 沒得賺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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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集團旗下 你已經預設形成了一個整體的工業鏈 全部都是自己家公司 而且每一間公司的老闆都是姓楊的 但是那間公司下面還會再分包出去 但也不關他的事 你起樓要說 你的裝法不漂亮 然後起樓的公投資會發的項目總 你老母說不漂亮就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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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母說不漂亮 然後行務總經理就說 算了 你老母說不漂亮 但沒有行業標準 你是不漂亮的標準 當然有標準 但是你就是要亂七地打 你怎麼必須試試駿哥這樣 搭妝就一屌女 他自己搭一份 他自己搭的地方搭 我們公司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公司絕對是 反正地產這部分 你想掠水你是死定的 而且我最近才知道 其實我們公司對內部的審計 是很嚴厲的 因為我和我們市公司的主觀審計 是很熟悉的 然後他昨天拿著審計給我 我真的想送他去公安機關 你老母說 你老母說 關於甚麼 可能一兩張字 一個人 即是有人玩歌 玩歌 全部被捉完 他真的會捉的 我們內部審計 真的好像幾位一樣 不是啊 你穿公司的櫃桶底 你當然要捉的 這不是正常嗎 是 但是 絕大多數公司是不會捉的 那怎樣 捉得沒那麼欺言 就是你沒有那麼完善的手段 去監管你內部審計 這件事 但是我們公司是監管得很嚴厲的 那些人就說 我的職責就是你 那些人 去看人民審計 櫃桶底 是看得很欺青 而且絕對是不會鬆手的 即是不會開眼睛的 警告都不會 應該是事負多嚴重 事負情況 如果是很輕微的 那些 拿幾千元的那些 就警告一下你 但是上萬的那些 就執眼你了 但是你想想 現在現在 中國目前的經濟 哪有幾千元的 用戴給你穿 穿傷都慢慢腥 所以穿就執了 所以區域總 那時候是打籃球賽 然後有一個區域的人 打籃球打得很嚴厲的 然後他就在那裡 就立即吵在他們區域總 吵他什麼 吵他經理級 他用小過我 他的級別用低過我 直接抓著區域總在那裡吵 就要去打籃球嗎 就要去打籃球 就要去打籃球 你打籃球 你打呢 那麼嚴厲的 他負責給我聽 我說不好意思 兄弟打籃球一時上頭 我跟他們說一下 讓他們冷靜一點 即是職權大 其實我們公司 其實執內部的貪腐 是執得很容易的 因為你公司的貪腐 已經完成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 已經留在自己身上 是的 抽水那些就是什麼 剛剛才說 他們肯定外包包公頭 但是你打籃球 他們公司就很明顯 不是 打個狀態都會找外面 所以到最後你打籃球 我們就能起動 但那種是正常的 找外面的人 只不過你找外面的人 你自己公司內部有問題 所以如果俊哥好像包青天那樣的人 沒有問題 或者你逼得好像包青天那樣 好像專門捉人 你內部 很明顯俊哥不是包青天 俊哥是 陳世美 陳世美 是蔡經 他就叫蔡經 蔡經 寫得一首好字 那些很厲害的蔡經 那他就磨心 不過我跟你講 上一次 即是我在那一次 他喝東西 我已經看得出他 應該賺很多次 你記得當時我說過 澳洲有那些大額二分 五百萬澳幣 即是相當之三千萬 兩千多元三千萬元 是吧 在那裡想了一下 知道嗎 你和我會不會想 在那裡想 五百萬澳幣 你想不想起 關你什麼事 我不會想 又在那裡想 這輩子都找不到 就算我現在 一年一百萬 都笑我群紅的收入 還有三十年不吃 不飲不吃不交稅 還沒有通貨膨脹 是啊 貨幣還要不檢值 你想想我已經三十幾歲 還要六十幾歲才有機會 那個人就是唐七 一百萬一年很威風 你都沒得想 大家都打工 是啊 即是你做生意 沒得說 他肯定有很多古惑 他肯定有很多古惑 因為他算是專門搞排水 對 你想想專門搞排水的人 他不是專門搞排水 我都說他是看一個項目 他自己是某一項目的負責人 他自己是 你說排水的負責人 是啊 不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你的公司 但是我看出鑿哥公司 和我們現在做事 有一點點類似 但不完全一樣 唯一不一樣 可能我們是不會買東西 我們只是拿出去出租 但是呢 我們是業主 我們出錢起的開發商 我們仍是設計者 也是最大的包工頭 而到最後來說 包工頭的作用 就是再分包出去 那裏就是出古惑的地方 分包出去 不如我們內部有個開發團隊 有個設計團隊 有個成建團隊 即大包工頭團隊 包工頭就接了 你設計這些圖紙 就是100億 但是 你說一筆氣出來 但是你分包出去 可能沒有能力 或者你計價一筆 是你自己團隊裡的計價計出來的 當然你有可能會找第三方 即外面的人過來再審計一次 但是這些東西 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玩古惑的 同樣是 除非你寫的東西 寫得很具體 例如你這個地磚 是什麼牌子 意大利品牌 多少尺寸 最小的微粒 不可以寫有多少 但你沒有人會這樣寫的 你知道說 這是意大利地磚 60厘米乘60厘米 全世界有很多地磚 意大利有100種地磚 可能那種跟另外一種差價超過一倍 那你會找到古惑 所以你說100億接了這個項目 到時候理論上 如果你是70億做完 那剩下的30億就還回總公司 這就是你的利潤 那你那個30億就又再扣低幾億 那你一樣做得好 幫你省了20億 但你不知道其實它已經扣低10億 那你內部就分了 因為那些分包箱 不如你管廣東 或者他管這項目 或者衛州什麼都好 衛州找回分包箱 當然你全部都熟的 不如專門做 你剛才說什麼排水 他專門做屋頂的 專門做地磚 專門做窗的 那些人 你是他的大客人 你有這個項目 有這個項目 可能他有10個做窗 去競爭這個項目 那你就看一下 哪個失敗得多 就給這個項目給你 就像之前說打妝 一樣的道理 你打妝那個 去國會找女兒找得多 又找得漂亮 然後可能有錢搭狗 就給你打妝 下一次有新項目 又繼續打妝打下去 繼續去降會 所以說你什麼 在中國想賺水 你不肯捕獲 真的沒有那麼好 如果你去到外國 你真的不會想這些 你就真的打好這份工作 做好自己做的事 還有 就算 為什麼呢 可能有些人會找 但起碼他沒有找得那麼久 因為其實公司內部 因為如果你是上市 我相信什麼 都是上市公司 有很多內部審查 外部是審計的 你最專門找第三方來審計 我就之前跟他說的邏輯 比如你找五個是專門做窗的 如果你不是找最低價的那個 你就要解釋為什麼你不找那個 可能有前科拖延公期 或者有前科拖延公期 有理由 為什麼不選最便宜的 另外那四個雖然是陪跑 就是他最後沒有接到這張單 但是他佈價那一刻 理論上是想要爭取 大公司 萬科保理 什麼都好 他一定會當一個 他覺得最有機會爭取到這張單的價 佈價那一刻 所以他那時候的價格應該壓低了 已經被競爭壓低了 而且有些公司有規例 當然這些是自己 不是成名規例 就是說可能我這次找這個 但我下次是想試試下一個 不會找死一個 就是你不希望所有 我知道 那你那一刻 我不會被一家人壟斷 對 那你那個打樁 下次就沒有機會 那如果另外那邊打樁 更爽 哈哈 上次阿俊哥跟你說打樁 那件事就是打開 給我來打開 我來打開 祝福地法都真善意